好,那我们来开始上课吧,就是之前,就是如果还有课堂选课啊,或者是任何的问题,待会我们下课的时候一并处理,因为我们就已经换到大教室了嘛,所以如果有人还想要就是用加签单加签的话,就是待会可以来找我这样,就看起来应该是蛮够做的这样,好,那因为我们要改个进度,因为今天就要出作业一了, 因为我是希望让助教提早一点出,让大家每个作业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开始,不然大家都会拖到最后一刻,就会有点崩溃,所以今天就会出作业一,所以我们要赶快改进度,好,那上次其实已经大概讲了,就是Machine Learning基本的介绍嘛,那也有简单介绍一下Deep Learning的概念,那回顾一下,其实Machine Learning其实就像是在找一个function,那之前也讲过,有这几个例子,比如说, 语音辨识,或者是手写字辨识,或者是预测天气,还有甚至是玩电玩,都可以把它想成是given一个input,然后我们希望找出对应的output,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这个function,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会快速的把它看一下,我们上次已经提过这个framework,首先你需要的东西就是训练资料,就是training data,那training data里面就是包含了function的input跟output,所以你尽可能收集越多越好的function的input跟output,当成你的训练资料,然后我们的model也就是我们最主要核心的这个要训练的这个模型,它会是一连串的function的组合,就是 就是你设计一个越复杂的model,那代表它可能包含的function candidate的数量可能就越多,那当然就有可能越难训练。 那training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这个function candidate当中,我们会选一个最好的function,那希望这个最好的function,当然是根据training data,我们看到的这些x跟y来的,那这个最好的function,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后面没看过这些x,所以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testing的过程就是直接使用这个最好的function,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xprong,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这个function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出对应的y。 好,这就是machine learning基本的branwalk,那不管是deep learning或者是其他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它其实都是follow这样子的架构,那当然这其实是比较典型的supervised training,就是我们是有一个x跟对应的y,也就是监督式学习,那当然我们后来也会看到,好,就是这个分析。 很多不是像这种典型的这种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法。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训练这个model,这是刚刚那个front work嘛,所以训练model的这一块,其实就在这个front work里面的上面这一块,就是我们有一组,我们有很多可能的function candidate,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个好的方式去找出到底哪一个function会最好。 那当然在,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的话,你可能只有,比如说你只有三个function,那我们就一一代入,然后看哪一个最符合现在的training data,但实际上不会只有这么少量的function的数量,function数量可能是无限多个,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一一试,一一尝试它跟input的training data它的match程度,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方式来找这个function。 好,所以这边在training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model应该长什么样子,也就是我们的function的hypathesis的set,到底应该多复杂,或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跟形式。 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做一个好的function,但当然我们刚刚有讲说,一个好的function它就是我的input放进这个function里面,它的output会跟我们看到training data里面的output可能是最接近的,但是我们要怎么用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方式来评估一个function它到底好不好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找出这个好的function。所以通常在machine learning的过程中,你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三个,就是你到底要选哪一个model,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去定义一个好的function在你的这个task里面。 第三个就是要怎么让它训练的好。所以这里就分成这三个部分个别来讲,第一个就是model的长相,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一个叫做loss function的东西来告诉它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function。 第三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好的optimization的方式,然后快速的找出或者是在可行的时间内找出一个还不错的function。 好,那我们就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就是model到底是什么。那上次其实也稍微简讲了一下deep learning的最基本的model。 那我们先看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应用情境,这些是一些分类的问题。所以,比如说这个分类问题是把一句话分成正面或者是反面,那这可能就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那我们会叫它sentiment analysis。 那如果是语音辨识,如果是要辨识phoning,就是字的,音的小的单位,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多分类问题。因为你有可能有多个可能的音,那要需要被辨识出来。那当然首写字辨识也是一个就是十选一的分类问题。那像前面这个跟后面这个,它其实都是不同类型的分类问题。 就是根据你的output有几个label,如果两个的话就是二分类。所以如果是binary的话,通常我们会把input最后分成两class,就是yes跟no。 所以任何问题你只要可以简化它变成是分成两边,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想成,大概想成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假设,比如说这两个是不是independent, 还是这可能会牵扯到你的后面的那些loss function要怎么设计。那这边的话就是multi-class的状况。 好,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都很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很多问题可能不是没有像这些问题那么简单,直接一个input,我们就产生一个output,那这output就是一个label,它可能就很难变成一个分类的问题。 比如说分类问题,我们先讲简单的分类问题吧。那分类问题的我们target function,其实就是一个y,这个y的label它其实就是你对应的那一个class或者是你的label。 所以它其实就是如果二分类问题就是0或1,那多分类问题可能就是0到n,就是n加1就是你所有可能的label的数量。那x当然就是你的input。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想成,这个方式它就是在不同维度的input上面做转换。 比如说你的input可能是一个n维的向量。那如果我们想要把你分,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多分类问题,然后这个类别可能有m种。 所以你的output其实就是一个m维的向量。那这m维的向量我们可以简单把它想成,比如说第一维是1的话,那代表你辨识出它要预测你是属于第一个label。那一次类推,因为你有m个可能的选择嘛。所以有m维,你可能都可以在m维上面可能都可以有数值。那每一维度对应的就是那个维度对应的那个label。 好,所以在这个target function上面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可以把x跟y都想成是固定size的vector。那这个vector,比如说你的input要长什么样子?那就是根据你要怎么样决定你input data的feature。那y的话就会根据你这个task嘛。就像刚刚提到的例子。 所以这个vector它的长度,其实你都是先定好的。所以你不会说我的model可以自动帮我选择现在input要是多少位。目前我们是不会让model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可能有一些研究希望能够让model很弹性地学到这种hyperparameter。但是目前为止,这些n跟m都是你先定好的。你根据你想要做的task,还有你的input,你会决定你的n跟m到底是几位。 好。那这边就快速地看一个影像的例子。影像的例子非常简单。上次也有提过,如果input是一张image的话,你其实可以把它快速地压成一个16乘数。16就是256维的一个vector。 因为16乘16每一个维度它就是一个pixel嘛。所以假如说这张图它长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可以根据,比如说每一个pixel它到底有没有被涂到墨水,来当成是要给它1还是给它0。所以不同的图你可能就会出现不一样的vector的向量,当成你的input。 比如说1就是有墨水,0就是没有墨水,那你就会有256维的这个vector,当成你的input。那你的y,那如果我们现在的task是决定手写的digit,所以我们就假设input就只有一个digit,而且就是0到9,就是10选1的一个问题嘛。所以你的label其实就是一个10维的向量。 所以如果目标是1,如果它最后output出的向量涨的是1000,那代表它觉得现在的label应该给它1。所以这就是你的targetlabel。所以你要建立很多,你在找training data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training data, 冨尾程你可以拿来function,它可以方选这边使用的样子,就是对应的向量。所以你可以收集非常多图跟它对应的真实的数值,然后你就把它转成对应的这些向量。比如说左边这张图,它可能就会转成01,0,0,0。 就是因为这张图是2,就是像这样子。每一个维度就代表它到底属不属于那一个digit。 当然,刚刚是一个image的例子。如果是文字上面的例子,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test,就是given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字,我要判断这个字到底是正面的意思,还是负面的意思,或者是这句话。 那我的x可能可以是一个字,或者是一连串的字。那这边就会牵扯到我们要怎么用向量来表示一个word。那这边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很多不同的表示的方式。那最简单,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方式,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字点。 假设这个字点包含了我所有可能会看到的字。比如说是,这可能有100万个字好了。那这个字如果出现在,比如说love这个字。如果是出现在这个字点里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字。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向量变成是001,然后后面全部都是0。 就是这个向量有100万维。然后对应的那一个维度,如果是这个字对应的那个维度是1,其他都是0。那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表示方法。这种情况我们会叫它onehotpresentation。那后面我们会再讲到。那它会叫onehot意思就是,只有一维是,就是有on起来,就是hot。 然后其他都是0嘛。就像这样子。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表示word的方式。就是用向量表示word的方式。那后面我们都会再讲到。那这只是一个小例子。 好。那当然output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这个task如果我们是要判断这个word进来,它到底是中性的字,还是正面的字,还是负面的字。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三选一的问题。所以呢,output其实就是三维。虽然后面点点点,但其实在这个task上,如果是三个label的话,其实就是只有三维。 那第一维是1的话,就代表我要给它正平的这个label。对。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怎么去,怎么去决定我们的input跟output,也就是n跟m维的向量。 就是我们收集的这些training data。那我们task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够学到这两组data之间的mapping。 也就是把你x的这个n维的向量,要map到y的这个m维的向量的这一个space。 那像是快速的讲了一下,什么叫做deep learning。那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那深度学习就是有很,它是一个类神经网络的machine的方法。那类神经网络,顾名思义它有很多神经元。 因为它就是跟人脑的神经系统是有点接近的。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基本的function,叫做neuron,就是神经元。 那一个简单的神经元它做的事情,上次也说了,它做的事情就是weighted sum。 然后,假设你的input是x1到xn的n维的这个vector。那我们进来以后,会乘上它对应的w,并且加上一个,我们叫做bias这个value。 然后,weighted sum之后,会得到数值,我们把它称作为z。那这个z,会再被我们放进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那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当然它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例子,就叫做sigmoid。 那它是长这样子。那大家回忆一下,今天还记得这张图吧。 这张图,就是我其实sigmoid function,它其实只是把input的z的数值,把它map到0到1之间的一个bloat。 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neuron它的output,这个y,它就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就是0到1之间的一个小数。 好。所以,这个神经元它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weighted sum,然后放进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就这样,没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加上去的bias,改写成这样子。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就是b乘上1,然后加总起来嘛。 那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因为这样子写起来看起来比较一致。 就是我的input就是x1到xn的这个,这一个vector,n为的vector。 然后后面再多加上一维,这个维,这一维是1。 然后每一维都会各自乘上它对应的这个weight。 那乘上1的这个weight,其实它就是bias。 那为什么会需要这个bias这个feature呢? 那bias也可以把它想成,因为你看它乘上这个,这一条的weight它是不是b。 那它乘上前面的这个feature是1嘛。 那你x1到xn都有可能是任何可能的input,但是bias乘上的这个维度,它的数值一定是1。 就是它是一个always on的feature,就是它绝对会让b的数值被include在z的value里面。 那为什么需要bias? 其实概念非常的直觉。 你看呢,刚刚我们不是说如果有这个bias的话,代表你的z最少是不是一定有b的数值。 所以呢,在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进去之前这个z,它是不是你的b如果越大的话,它是不是代表你其实是在,这一条红线其实是在越右边的地方。 对吧。 所以这其实就给了你一个,就给了这个data一个prior,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数值,如果我这个data最后的output我越有可能,越希望它去进1的话,我的b可能就可以给它越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比如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好了,如果大家有分析,第一个最可能被用在一个句子里面的第一个字, 就是,假如说是x这个字好了,就是某个字,那这个字它是比别的字更可能会出现。 那我们应该要给他们x跟其他的字不同的几率,不同会出现几率。 因为我们自己会对这个data distribution有一些原本的理解嘛。 所以我们会觉得,x可能会比其他字更容易出现。所以如果我们可以assign它一个比较大的bias,它就更可能会呈现一个比较,z出来之后,方向activation function它是不是会更趋近1。 所以其实bias的一个数值就是让你调整z一开始,你想要给它的value,也就是越可能会让它trigger到最后你出来的值会尽可能的大。 所以当你bias上升的时候,你就z加总起来,然后output出来的这个数值就更有可能接近1。 所以有的时候,一开始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对这个test的理解,或者是没有任何的prior,那可能就直接设成0。 那这样子你可能中间会切在0.5。 可是如果你对这个test有一些基本的理解,你想要加深这个input会变成1的几率,那你就可以把bias,你就会学到这bias会越来越大。 然后bias越来越大以后你就会往右移嘛。所以那就会上升你这一个testoutput大于0.5的几率。 所以bias其实就是一个,这一个label它的一个prior。 好,那上次也稍微说了一下,我们把它写成一个数学的形式,它就是这样子,x是我们的input。 然后我们的这个neuron可以调整的参数,就是w跟b。 那w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也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它就是transpose以后乘上这个x这个向量,然后再加上b。 那这就是w跟b就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参数。 那当然我们调整不同w跟b,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y。 因为x是给定的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调整w跟b得到我们想要的w。 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二分类问题,你可以把它想成, 这个neuron出来的这个分数,它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嘛。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切点是在0.5。 所以如果y大于0.5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input它会属于digit2。 那反之它就会,它不属于digit2。 所以这个neuron它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二分类。 那上面也提到说,二分类其实是不够的嘛。 因为大部分task其实都是多分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neuron衍生成一层的neuron。 每一个neuron负责它对应的那个digit。 那其他的,我们这边有10个可能的digit, 所以我们就放入10个可能的,放入10个一样的neuron写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就变成一层的neuron,就是一个layer。 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它到底是哪一个label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到底哪一个y值是最大的。 然后当成是它最有可能属于的那一个digit。 那当然有的时候你字写的有一点丑丑的, 比如说1跟7可能会有一点点像。 那有可能这两个数值都是大于0.5的。 但是我们会选一个最大的,然后当成它最后output。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那种非常简单只有一层的那种neuron的model, 我们会叫它perception,它其实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perception这个字也是从脑神经科的那些领域来的。 那在这一个,这边这个图其实就是这一层的neuron, 就是每一个input它只经过一次的这些waited zone, 然后就放进去activation function,并且出来output了。 那为什么这样子其实是不是那么好? 原因非常简单。 你想想看,在这张图上面, y1它里面会得到y1使用到那些age, 跟y2会使用到的age, 其实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重叠。 对不对? 你看y1它做的事情是只有会连到那个第一个家的那里, 全部的这些x跟下面的这个b, 它的这些age其实都没有跟y2有任何的重叠。 这样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评估这个字它属于digit1或属于digit2,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资讯是可以分享的。 我这个neuron它就只判断它是不是属于digit1, 但是如果你可以判断它不是属于digit1, 那它属于digit2的几率不是应该要稍微增加一点吗? 所以在很多machine learning task上面, 我们的label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些相关性, 它们是可以share一些资讯,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用一层的neuron, 其实是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它可能不一定学的那么好。 那如果我们把它图式画出来的话, 就很像是下面的这两个dimension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参数,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w, 然后上面是output就是y, 如果是一层的neuron, 我们可以调整出的这个形状会大概长得像这样子。 那我们调整到底有什么? 你在调整不同的w的时候, 你其实在调整这个结坡吗? 它的位置,比如说它到底是很右边还是很左边, 还有它的方向, 它到底是朝我们这个面向还是朝另外一个面向, 这个也是可以根据你调整w来调整。 还有它的斜度, 就是它这一个cliff有多抖, 这个也是可以根据你的weight来调整。 但是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有什么缺点? 我们把它想看成是一维的来调整, 稍微比较好理解一点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input只有两维, 就是x1跟x2, 然后我们就weighted some, 然后会变成z。 所以y的数值是不是就是在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里面就是w1乘上x1,w2乘上x2, 这样。 这是这个二分类问题, 它的perception。 好,那我们把它画出来, 因为它现在input只有两维,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2D的视角来看。 如果x1跟x2白色跟黑色代表不同的class, 也就是说我想要找一个切线, 可以让白色跟黑色被分开。 这里就是这一个perception它想做的事情。 它想要把y大于某个threshold的时候, 我可以input yes, 另外一边input no, 也就是把它分成两边。 如果是左下角这个情况, 其实是可以切开的, 因为白色都在左下角, 它其实是可以用一条线切开。 中间的也可以, 可是如果你的input长这样子, 就是x1跟x2它的input01的状况, 然后是白的在左下跟右上, 然后黑的是右下跟左上。 这样子的状况, 你其实就没有办法用长得像这一个perception它可以呈现的线把它分开了。 因为你可以回忆刚刚的那一页, 那一页的是不是也是一个这样子斜斜坡。 所以那是在3D的情况, 但在2D的情况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斜斜, 你可以调整它的转向还有它的位置, 可是它就是这样子斜斜的。 那这样子, 其实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class分开了。 所以, 这边大家看到这一个, 有没有一个熟悉的感觉。 这其实就是and or的那些operation。 右边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 其实就是xor。 那如果是xor, 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直接用我们原本有那些logic gate把它分开。 那我们是怎么implement出xor, 是不是就是把这些gate作为一个组合。 大家应该有学过这个基本的, 这叫什么? 数位电路吗? 这至少大家应该会知道吧, 你把d盖可能也会交过。 所以就是这样子。 A跟B是0跟1的情形, 那你的output的状态。 如果是xor它的output状态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刚刚的右边那张图。 所以xor其实可以把它拆解成and跟or跟nut的组合。 就是下面这样。 但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也就是这样。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私底下再来找我。 这个就是gate的内容。 其实我没有说一定要先修gate, 但大家应该都会吧。 好。 所以这代表了什么? 代表说我们其实可以用几个简单的operation, 组合成一个复杂的output。 所以你在回忆, 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没办法用一个斜切的一条线, 去切xor这样子的分布吗? 那对应这样子的例子, 我们如果把这个斜切, 斜的这条线, 变成是多个组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model那个比较复杂的data的情况。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衍生到multi layer的perception, 就是单一个layer其实是不够的, 一定要multi layer才行。 所以就是mlp,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neural network。 那当然这个layer的数量也是可以非常多。 那在一般mlp, 可能中间只有一层其实就可以了。 就是我一开始进来, x1跟x2到了低层的地方, 其实目前参数都还没有share, 那如果我们再多加一层, 这些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neural。 但是到了后面这边, 我们就可以期望后面的资讯会因为前面 这两个蓝色跟绿色它的neural给你不同的资讯, 然后并且把它组合在一起, 所以最后橘色它的output就会变得更复杂。 所以前面两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形状, 那后面我们再把这两个简单形状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模拟一个更复杂的这个curve。 那我们会把中间这一个不是output的这一层, 叫做hidden unit, 那如果是一整个layer的话, 它就会叫hidden layer。 所以最前面是input, 那最后面是output。 那刚刚的perception是直接input, 然后就output。 那现在multi layer perception就是input到output之间还有一层hidden。 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是continuous function然后有两层的情况下, 你可以回想一下刚刚那张图, 刚刚那张图是不是就是一个平的这样的斜坡这样。 那如果这边有一个, 然后它有一个跟它相对的,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不是就组合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形状其实就可以被刚刚那两个简单的function的组合来模拟出来。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只要, 如果上面都是白色, 下面都是黑色。 尤其凸起中间那些, 如果都是黑色, 那你原本的那个形状其实是UBA model的。 那现在这样子把它这样很详细的切开, 就可以把这两class分开。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把, 会叫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这是两层嘛。 所以会把这样子的情况叫做一个就是reach。 那如果是更复杂一点三层, 你可以把它想成前面的这一个, 它是另外一面还可以再出现一个同样的这个斜坡。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压起来, 然后就变瘦瘦的这样。 就是一个这样突出的。 那我们会叫它这样子的形状叫做是一个bump。 对, 所以这样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越多层可能就可以模拟越复杂的情境。 就是你的data如果分布的非常的乱, 那我们就尽可能去这样, 就是去弯曲的去包含, 就是包含黑跟白中间的这些分界。 就行了。 好,那这边的话你可以, 这边如果再回顾你的参数可以调整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一个bump它的高度啊, 或者它的位置啊, 或者它的大小, 它可以变得是很, 这样算很大嘛, 然后也可以变得很细这样。 对, 所以这其实就是你的模型它的复杂程度。 如果你加了越多层的话, 它可以表达越复杂的情境。 但是当然它既然可以表达越复杂的function, 代表它需要的参数量就会越多。 因为右边的跟左边的, 它其实是在不同level的复杂度上面。 如果你的data就是左边这样子的形式, 那我用左边这样子, 可能就可以花比较少的参数, 然后把它model的好。 但是你, 但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你的data到底多复杂, 你可能用左边这个, 其实还不够model它现在的状况, 你可能要用右边这种才行。 但是你又不想要每次都把它想得太过复杂。 所以要选择怎么样的model, 其实都是一个算蛮麻烦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要把它设, 一开始这个test它到底资料是多复杂, 你的data distribution到底是多复杂, 到底要选用哪样的模型才会比较适合。 那这always都是一些,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solution的一些问题, 但当然大家有一些小方法是, 怎么去选择适合的, 模型。 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好的理论跟你讲说, 怎么样的资料就怎么选, 或者是怎么样的application, 你就要选哪样的模型。 并没有一定这样子的连结。 那DNN其实就是这样子, 中间有非常多层mati, 就是非常多层hidden layer, 那这边这个例子就是有L层。 所以如果你有多层hidden layer, 其实就是deep neural net, 所以就算你中间只有两层也是的。 对,虽然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深, 很深,深度学习一定要很深才行啊, 其实你只要有两层, 其实就是了。 那当然你要叠多深, 你要怎么做, 都会根据你有的资料量, 还有你现在这个task它的难度, 会有不同的情况。 那后面我们会一直频繁的使用到这些notation, 那我这边快速的定义一下。 这边是两层它的那个我们的neuron, 那左边的话呢, 我们是L-1的那一层, 那橘色的是L层, 那它们node的数量, 一个是n的L-1, 一个是nL, 那这个node的数量当然就是你可以自己定义的。 那这个neuron它的output, 这边我们写A-L-I, 那它的意思就是L就是代表 layerL它的output, 第L层layer。 那I就是在这第L层layer中, 第I一个neur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是A-L-2, 那就是橘色的第二个, 就是DL层的第二个neuron它的output。 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一层的nL跟node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就是一个vector, 就是第一个layer它的output嘛。 OK,这是DL个layer它的output, 我们就简称为A-L, 那A-L它就是一个vector。 那再来中间, 这两层中间是不是都会有age相连, 因为我们会说它是要做vector sum嘛, 所以中间会有一个W,L-I-J, 那它的意思就是DL-1到DL层, 就是这个L, 然后下面这边, 这个定义是你可能会看不同的文章, 可能会有一些稍微有点小不同的定义, 那这边的话, 我的定义是如果是I-J的话, 是从J到I, 就是前面是J, 然后后面是I, I-J就是要注意一下, 在这边的定义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改另外一边的定义, 那这因为会根据后面的写, 写的式子会有一点点不同, 但其实不是很重要, 反正你只要知道, 它就是对应DI个node 它之间的relation就好, 那在这边定义其实就是从J到I, 那我们可以把它, 它是不是因为每一个I-J, 它都会有一个数值呢? 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metric, 那我们把它写成是一个大的W, 那因为是DL, DL层就是L的意思就是从L-1到L嘛, 中间那些weight, 那我们会有一个大metric来表示, 所以就长得像右边这样子, 那它的维度, 因为它是从DL-1乘到D, DL乘那个I-J它的定义,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NL-1 byNL它这么大的一个metric, 对,你这个方向就是思考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好,所以这两个layer中间的weight, 它其实就用一个metric, weightmetric来表示, 还有另外一个, 刚刚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turn, 叫做bias嘛, 那这个bias, 我们就用Bli来表示, 那L就是DL个layer, 那第1个neuron的那个bias的数值, 那当然bias也会是一整个layer的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vector, 对, 一层layer它的所有的bias, 就把它放在一起考虑。 好, 那刚刚, 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z, z我们也会使用, 因为我们后面要讲到底中间的weight, 到底是怎么去计算, 所以我们要先定一个z, 因为太少notation的话, 你可能就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z, 刚刚很简单嘛, z的意思, 其实就是a做了weighted sum, 所以z它其实是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那一个weighted sum 之后的那个value, 所以它的上面我们写的定义它就是activation function input, 然后这个input它是在DL乘的第1个node, ok,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对应的嘛, 你看左上角, a的l-1, e, 然后乘上w,l,i,e, 就是乘起来, 然后每一个对应的a跟对应的w把它相乘起来, 因为a就是前一层它的output,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乘上这个edge上面的weight, 然后相乘起来, 然后加重起来就会得到z,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bias,b-l-i, 好, 那我们画点一下, 它其实就长这样, 那这边因为z它是不是也是, 现在我们画的左边这个图它只是一个node哦, 那它当然其实也是, 因为layerl它也是有nl跟node嘛,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layer,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z,li, 全部合在一起, 变成是dl上面的这一个layer上面的这个值, 所以就可以把它想成是进去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那一整个input, 它的这个向量, 好,summary以下这几个notation, a是什么,a就是neuron的output, 所以它这边是一个value跟一个是向量嘛, 那z的话是activation function之前的这个input, 就是a在经过weight上, 那w就是中间那个weight嘛, 那w是一个weight matrix, 对,那bias就是没什么特别, 就是一个vector, 好,那这边notation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定义那么复杂的, 因为我们就是要写出这个模型它的关系, 它的式子, 比如说a在这里, a是不是neuron的output, 那我们看前一层的a, 就是al-1的这个vector, 中间的这一块叫做z,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a跟z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前面l-1的a, 到后面这一层的z, 比如说这边的这个a, 到这边的这个z,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weighted sound, 对吧,刚刚已经说过了, 绿色的这边的这个z的数值, 它就是前面这个a, 然后经过weighted sound得到的结果, 那这一个关联,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会写成这样子, 如果你到目前为止, 会有点小不理解的话, 你就把它展开看看, 它会长得一样, 就是a是什么, a其实就是这一个vector嘛, 这个vector怎么变成这个的乘上weight, 每一个各自乘上weight,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metric, weight matrix上面的矩阵运算而已, 这一个metric乘上对应的这个vector, 那再加上这个bios, 会等于你这个z,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化写成这样, 变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z跟a, zl跟al-1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是al-1的那一个vector, 乘上对应的这个weight matrix, 然后再加上bios, 会等于z, 如果你再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说的, 如果这几个数值是, 不是那最简单notation, 是不是z就是一开始的input乘上weighted sum, 然后再加上bios得到的数值, 那就算变成是vector的这个层级, 也还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是vector跟metric之间的关系,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z跟, dl乘的这个z, 跟dl乘的这个a它之间的关系, 那它们的关系又更简单了,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只是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而已,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把它变成是vector的层级也是一样的。 好,贴折, 我们刚刚是不是得到了这一个关系, 那还有z跟后面那一层a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变成dl乘的a跟dl减乘的a, 它们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模一样, 就是前一层的output乘上相对应的weight, 再加上bias, 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后, 就会是下一层的output, 所以虽然之前我们看到都是数值而已, 但现在只是衍生程式变成向量跟metrics, 所以所有的数值变成是向量, 所有的向量变成是metrics而已, 所以它们之间关系还是非常单纯, 就是weighted some, 然后加bias, 然后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关系而已, 那这是两个layer之间的output,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个layer, 每一个layer是不是都是做跟刚刚说到相同的事情, 只是每一个layer里面的weight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有w1,w2,wl, 那b也是有不同的b, 不同层的b, 那如果这l层全部合在一起, 最后的output, 就是第l层的output, 其实就是你的y嘛, 那经过这样子的process,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但实际上你也不会真的这样去算啦,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概念, 诶,y到底是怎么来的? y其实就是x的一个function, 只是这个function, 因为你叠了l层, 所以变得非常复杂, 多复杂它的状况就是, x是不是在中间这边, 它先乘上d层w加上b, 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再乘上第二层, 再乘上第二层, 最后, 第l层乘了weight之后, 加上bias, 然后放进activation function出来之后, 就会是你对应的这个y,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只跟x这个变数, 就是你的input相关的, 那你其他的这些w跟b, 都是你model的参数, 所以你如果叠了越多层, 你这个function, 可以模拟的情境就是越复杂。 好, 刚刚我们前面我们有说到, 我们用了sigmoid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实际上其实有非常多种, 那这边随意列出几种,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红色这个, 它图示它的function的长相, 那大概有, 可以分类成, 就是上面跟下面这两区都是bounded function, 也就是它有最大值跟最小值, 那中间这个linear是没有最大值跟最小的限制, 就是你有可能超出你的, 就是它有可能很大或者是非常的小。 那也还可以把它看成是前面两种, 它其实是一个booling, 就是只有两个数值, 但是你要跨越某一个界限, 然后就是只有特定的这个数值。 那中间这一块是linear的, 就比较平滑。 那下面的这个是nonlinear的, 它是跟linear有点接近, 可是它不是直的嘛,不是直线嘛, 它是有点小弯曲的。 那我们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nonlinear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长这样子,sigmoid。 那你还可以看到很常用的另外一个, 叫做hyperbolic tangent, 大家有学过微积分, 应该就知道这个东西。 虽然你有可能会忘记, 但回忆一下这样子。 对, 然后一个也还算蛮常用的, 叫做reloof。 对, 那它的形状长的比较奇怪, 它就是input值跟0的这两个value。 那就是你不会有, 这个output不会有小于0的数值, 那会有可能会无限大, 就是它是nonbounded function。 所以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们之间,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选择适合的activation function,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那很多情境有一些, 大家常用的, 但也不一定, 大家也不一定能够理, 很有道理的跟你讲出一个理论说, 在这个情境下就是要用它。 那会有一些大家常用的, 或者是某一些情境, 因为会有某一些问题, 所以哪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之后都会在应用的时候会讲到。 那大部分, 为什么我们这些function都是nonlinear的呢? 因为nonlinearity非常的重要, 但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如果你中间没有这个nonlinear function的话, 你的整个network, 其实就跟一个一层的linear存放是一样的。 你想哦, 如果你中间没有那个nonlinear activation function, 那它是不是其实就是x, 它是不是乘上w这个metric, 比如说w2, 然后出来下一层再乘上w1, 可是如果它是linear的话, w1跟w2其实就可以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的wave metric, 对吧? 因为linear存放它是可合并的嘛, 那既然这样子, 那不就是等于如果我们叠了n层, 你其实最后跟一层是一样的能力, 那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嘛, 我们希望它可以模拟更复杂的情境, 所以我们中间必须要引入一个nonlinear的function, 这样子才可以让它w1跟w2不能直接合并, 然后就是各自学它们对应的这个weight, 所以它才可以模拟到更复杂的情境, 所以左下角其实就是像linear嘛, 就是这样切, 但是如果nonlinear你的data, 当然常常不会长得那么漂亮, 就可以这样切开, 所以如果是无法这样切开的话, 你其实就是希望, 我能够尽可能趋近beta这种诡异的分布, 这样把它切开。 好, 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到底要怎么评估一个function, 是好的function呢? 现在是几点啊? 因为这个灯, 不是灯, 钟坏掉了,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 10点10分, 那是不是要, 嗯, 那我把这一段讲完再下课好了, 好, 那这一段应该, 这一段比较短, 就是一个好的function, 到底怎么去定义? 那这边呢, 刚刚说到我们用, 我们设计一个叫做loss function的东西, 那这个loss function, 这里是我们的, 我们想要学到的这个target function嘛,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model, 那刚刚我们已经知道它长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function set, 那里面有超多的w跟b, 所以不同的w跟b, 就会组合成不同的function, 所以是不是你就有超级无敌多种可能的组合, 所以你的function的candidate, 其实是无限多种, 因为你w跟b都可以有任意的数值, 那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之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所有w跟b的组合, 叫做你的模型的参数, 就是model的parameter,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训练参数, 其实就是在训练这些w跟b, 里面的这些每一个数值, 那找一个好的function, 就等于是找一组好的modelparameter, 就是这个theta, 就是因为一组theta, 它就是对应一个function, 它到底要怎么训练一个function, 它到底是好还是坏, 所以在这边为了要major, 这一个theta它的好坏, 所以我们就定义了另外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有人叫它loth function, 有人叫它cost function, 或是error function, 它都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它可能会写成是c, 或者是l, 对,就是, 比较常见的就是c跟l,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function它在评估这个theta, 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参数有多坏, 为什么是多坏呢? 因为你看它的, 它前面的d, 它是loth, 或者是cost, 或是error, 但是希望它越小越好, 所以呢, 它越大的话就代表它越烂, 对, 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 就是一开始会有点脑筋转不过来, 所以, 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学一个好的theta, 这个好的theta, 其实就是它可以minimize, 这一个ctheta的这个数值, 的这一个theta, 没问题吧, 因为它是不是希望, 你output出来的这个loth, 或者是cost, 越低越好, 所以你希望找到一组参数, 这个参数可以让这一个function的output, 可以越, output越低的数值越好, 所以这是我们想要找到的这一个terameter set, 那有一些情境, 你会用正面的方式去估算这一个function set, 所以呢, 如果是正面的情境的话, 我们通常会照它objective, 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我们目标的话就希望它越大越好, 或者是reward, 就是我们会希望它越高越好, 就是reward就是一个奖励的概念, 对, 所以它跟loth function它的定义 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如果是objective function或是reward function的话, 比较像是, 就会相反嘛, 所以就会把命变成max, 也就是我们想要找一组parameter set, 然后这个parameter set, 可以让这一个old这个function, output的数值越大越好, 也就是代表这个old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参数越高的数值的话, 代表它越好。 那如果再回去看一下, 一开始这个framework, 一个好的function, 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function, 带进去x, 然后用你这组参数, 就用这组theta, 会接近你看到这些y, 对吧? 因为我们在找好的function, 是不是其实是根据training data, 我才可以知道什么东西是好, 什么东西是坏。 所以, 一个好function定义就是, 这个x放进去, 在你的这组参数下, 会output出接近你看到这个training data的y的数值。 也就是说, y, 就是真正的training data的y, 剪掉你这个function output出来的数值, 应该要很接近0才对嘛, 对吧? 有没有问题? 我问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随意的给我一个signal, 微微的点头或摇头这样, 不然我会想说, 大家到底有没有听懂? 对, 对, 就是微微的就好, 就是稍微有点反应。 对, 就是他们就是要越接近越好嘛, 这样才代表他们, 就是你的这个function是, 可以模拟你的training data的样子。 好, 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种蛮直觉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你的loss function, cost function用c来表示, 它是不是表示一个参数, 如果output数值越大的话, 代表这个参数越烂,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右边这个样子, 右边这个样子是什么呢? 右边这个样子就是, y, dk个data point, 跟你dk个data point的估计出来的值, 就是放入这个function估计出来的值, 它们之间的差距, 如果越大的话, 知道它越烂,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k, 所有的data point全部葬在一起, 所以右边这个数值, 如果越大的话, 代表你的function, 越不接近真实的distribution, 所以ddata就会越高,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design方式, 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loss function的定义, 那当然也会根据你的应用情境, 而有所不同, 所以在这里, 它其实就是一个error function, 因为它就是把所有training data, 你估计出来的值跟真实的值, 它们之间相减嘛, 所以它就是一个error, 代表error的意思, 然后它把所有的sample都加总, 所以这边有多个不同的loss的定义, 那像第一个是非常常用的, 就叫做square loss, 就是相减之后的平方和,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cross entropy, 那cross entropy它的概念, 直觉上, 简单来讲, 它其实就是你的output是一个 几率分布, 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真实的答案,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几率分布, 虽然如果是多选1的问题的话, 通常是只有1尾是1,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sharp的distribution,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distribution, 去算它们之间的差异, 如果cross entropy越高的话, 是不是代表这两个distribution越不接近? 那是不是代表你model的越烂? 所以我们会希望, 这两个cross entropy越低越好, 就是这两个distribution, 就是你output出来的, 比如说是实微的output好了, 那你这就是一个实微的distribution, 要跟真实的distribution是越接近越好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常用的, 如果你把你的output想成是一个distribution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coarse entropy来看, 那如果你的output是一个数值的话, 就比较常用square loss, 就是你有一个数值, 然后你把target的value, 然后跟你的数值相减, 然后拿去算平方和。 好,下一个最后一个部分, 大家记得有三个part嘛, 第一个part就是怎么, 到底要找怎样的model, 那第二个part就是, 我们要怎么去evaluate一个function, 它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刚定义了那一个loss function, 去evaluate一个function到底好不好, 没电了, 去evaluate一个function到底好不好之后, 我们可以,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怎么, 经由我们定义的这个loss function, 来找出, 这一个最好的function的这个参数。 所以呢, 这边就是一个optimization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去修, 比如说系上有很多, 关于optimization的课程, 那这边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方式, 要怎么样就是given, 你已经定好了这一个objective, 或者是你的loss function, 我们要怎么样尽可能去找出一个参数, 能够让这个mapping, 更符合你的data distribution。 对,那这边可能就会比较focus在, 到底要怎么有效率学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 在有没有比较快速, 并且performance也相较之下也不错的一些, 特别的方式。 那这一个deep learning的领域, 其实我们常用的就是gradient descent。 好,那我们先重新定义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given这个loss function, 那这个loss function在你上一个part的时候, 你已经设计好了, 就比如说square loss, 或者是costentropy就可以。 那我们目标是要找出对应的这个theta, 那你有可能有很多可能的theta的candidate, 也就是你的model的set嘛。 那我们要找出, 到底哪一组perimeter set, 它是可以minimize你这个c, 就是这个cost function的。 对,所以刚刚说的这些optimization的课程, 它们就会focus在这里, 就是given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个好的方法去做learning。 好,那到底这个optimization的问题要怎么把它解掉呢? 它没有办法直接暴力的解掉, 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是不是有非常多, 基本上是五指尽多的theta的学生, 选择。 对吧,因为theta它里面是包含好几千个参数, 那你每一个参数你都可以有无限多的数值的选择, 因为它可以是小数码。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组合成无限多种不同的theta, 那也就代表你会有无限多个不同的function。 所以直接暴力的搜寻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太多theta了。 那这里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点的方式, 就是要使用大家学过的微积分。 好,在这里如果说有一个theta, 它可以让这个cost function得到最大值或最小值。 那其实,言下之意,在物理上的意义, 我们就会,我们维基分经学到, 这一个ztheta对theta的偏微分它就会等于0。 所以我们要用这一个概念来找出比较好的参数。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其实也不知道这个ztheta到底整个space当怎么样子。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它整个space有多复杂或是有多大, 我怎么知道从哪里才可以找到它等于0的那一个点。 所以这边我们就用微积分的概念, 就是规定点刚提到的。 好,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维的图来看,就是横轴x轴是theta的大小。 那y轴是这个cost function的output, 也就是你这个theta放进去, 越高的话是不是代表你这个theta越差, 越低的话代表你这个theta越好, 也就是你的function越好。 假设说现在theta里面只有一个变数, 所以它就是x轴的这一个变数而已。 那假设说这个位置的这个function它的形状其实长是这样, 但其实我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吧,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想要找出一个对应的theta, 它的ctheta的值最低, 其实我们就是想找到最右下角的这一个点。 那我们现在会,我们先定义一个就是thetai, 也就是在第i个iteration的时候的model。 我们要怎么去做optimization呢?非常简单, 我们其实就随便找一个点放下去, 假设说这个点是theta0, 就是任意一组参数, 我们把任意一组参数带进c里面,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会得到它对应的y的数值。 然后我们的想法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要用gradientdesign的方式慢慢的, 就是很像一个球从这个破桑那样掉下去, 然后它会渐渐的在下一个iteration的时候滚到比较低的地方, 然后the pose可以到达一个相对之下比较低的位置。 那这其实就是gradientdesign它的基本的想法, 就是我随便找一个开始的点, 然后我就根据这一个球应该滚动的方向, 然后去滚到相较之下比较低的那一个数值, 就是theta就可以找到theta这个数值。 那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呢? 实际上就是刚刚说的, 我们一开始随便选一个theta0, 假设说是这一点好了。 那我们微积分学到了什么? 微积分学到的就是, 我们如果在这一个点对theta做偏微分, 偏微分的意义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微分的意义其实就是, 这一个点的斜率嘛, 这个切线的斜率,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点, 切线是不是长这样? 它的斜率现在是负的, 是负的喔, 负的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这一个坡, 是不是往右下斜下去的? 既然是往右下斜下去, 代表我往右边走, 是不是可以变更小? 我们是不是希望找到越小的theta越好? 所以我们要往右边走嘛, 如果你的斜率是负的话, 我就想要往右边走, 所以我的theta想要变大, 所以我们就会把theta0做一点小小的改变, 我们会把theta0点, theta乘上这个偏微分的数值, 诶,这边为什么会长这样子? 原因是因为, 这边是不是偏微分,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边, 这一个切线的斜率嘛, 那这个斜率如果是负的话, 代表你想要让theta增大, 所以你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对吧? 这样负负才得正, 所以theta1就会比theta0来的大, 那这边为什么要乘上一个怪东西? 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参数, 你可以调整的, 它越大代表你要往右的步伐越大, 它越小代表你只要往右一点点就好, 所以这其实是可以, 你可以调整, 你想要走大步还是走小步, 那概念只是, 我就是要往右走, 所以我是往右走走到这里, 那我在这里可以再做同样事情, 我会在这一点, 再算一个它切线的斜率, 然后发现它还是负的, 所以我还要继续往右, 所以这个project就以此类推, 那它基本的概念就长这样, thetaI就是在thetaI的iteration之后的参数, 你会根据你现在这个位置, 它对theta的偏微分, 而去调整它的方向, 就是它到底是要加还是要减, 那这个调整这个方向它的learning rate, 就是这个theta, 就是我们要跨的这个步伐, 也是你可以自己设定的, 但是基本上概念就是会根据这个偏微分的数值, 来决定我到底要加还是要减, 所以这边这个theta就是learning rate, 如果越大的话代表它走的步伐越大, 那我们从弯一点来想, 其实在两个像, 刚刚是一个变数嘛, 如果是两个变数的话, 它就像是一个平面, 然后它的z轴就是它的code function的value, 所以你其实是想要在这一个奇怪的这些面上面, 丢一颗球, 然后它可以滚滚滚滚滚滚, 滚到山谷比较低的地方。 那在这, 在两个变数的情形下也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现在偏微分是会对于两个不同的变数, 各自去做偏微分, 因为你要先算其中一个变数到底要加还减, 还有另外一个变数要加还减, 然后你会这两个变数的方向, 然后会再加到你原本的theta上面, 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vector, 对, 然后你就是一样, 它的update process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快速的看一下它就像是这样子, 如果你算出来的规点是往左上方的话, 它就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嘛, 因为它是foo的话, 你就是要往右, 然后你就会一直根据它的规点, 然后去调整你的learning的方向。 就是这个两个维度就像是球这样滚, 然后有一个你看不见的这个z轴它的数值, 会告诉你说到底哪边会是相较比较低的地方。 那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刚刚说的那一个neural network的front work, 你的y是不是就是x的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里面的关系长这样嘛, 就是乘上weight, 然后加上biased function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如果我们对这整个东西去做gradient descent, 那你的θ是不是就是所有的w跟b?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现在如果w跟b所有的里面的每一个值, 总共数量假设说有1000个好了, 那我们就是有1000个数值需要做update, 对吧? 因为刚刚是两个变数, 因为刚刚是两个变数, 现在是有可能会有1000个变数, 我们1000个变数都需要找到它应该要调整的方向。 所以这就是你要算的这1000个变数的偏尾分, 所以θ要对于所有的w, 里面的每一个还有所有的b, 去做偏尾分。 所以如果是一个simple case, 这边你可能就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simple case只有两个维度的input, 你做偏尾分其实就是, cθ对于w1跟w2, 还有b去做偏尾分, 然后算出来的数值, 然后去做update。 那如果三个以上, 那就是一样, 只是我们这边会根据你的loss, 会有不同的数值出现, 因为假设说你的n,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eT要算的是, 我们eT要乘上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 这一个cost function对于w1的偏尾分, 还要对w2嘛, 那这一个cost function对w1的偏尾分怎么算呢? 那就是要根据你的loss function的定义, 假设说你的loss function的定义是长这样, 这是square error, square error就是你真实的y, 减掉你预测出来的y, 它之间的error,平方和嘛。 这边就是你的c, 所以这个数值对w做偏尾分, 而这个function对w1做偏尾分, 是什么呢? 你就要利用你曾经学到的维基分去做一些计算, 是不会太复杂了, 那当然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自己做这件事情, 只是你要稍微知道, 勾速看过去有看懂就可以了, 就是你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所以, 这边就是刚刚的那一个square error, 把它带进cc它里面, 然后你就, 微分就变成两倍的function嘛。 然后就, 最后回去看一下好了, 这边我就跳过了。 中间还有一些train rule要使用。 这边大家自行go through。 光三个参数就有点复杂了。 那这边是最后算出来的, 这三个参数各自, 对这三个变数各自偏尾分的结果。 所以你要做update的话, 就是会根据这三个算出来的数值, 然后去决定你到底是要往左还是往右, 然后去做这三个wait的调整。 那你可以发现, w1的这个偏尾分的数值, 最右边其实是跟, 会有一个x1, 那w2这边会有一个x2, 也就是你这个偏尾分的数值, 会根据你的这个input, 对应的这个input, 因为w1是不是从x1来的, 会根据你这个对应的input, 会有所关系。 所以你有不同的input, 你可能会导致你调整的方向不同,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嘛。 对吧, 就是因为你要调整的方向, 本来就是要model你data distribution, 所以你的input不同, 本来就会导致你要调整的方向,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演算法都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直接把它带进去。 好, 但是, 刚刚大家算三个, 已经觉得怎么看起来有点复杂了, 更何况是当现在你有millions of参数, 那要怎么样有效率的计算这个呢? 如果你一个一个计算, 其实基本上就是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算完。 那我们后面就会介绍一个有效率的算法, 那叫做backpropagation, 就是鼎鼎大名的backpropagation。 好, 那在规点design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小问题。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要算, 这一个c theta, 在第i个iteration, 对你的参数的偏为分。 对吧? 好, 那这一个c theta的定义, 如果像刚刚的那个定义, 我们可能就是, 每一个data point, 那我们现在training data假设是说, 这边有x1到xk, 有k, 有大k个。 那我们会把这大k个training data, 的error算出来, 然后加总起来做平均嘛。 那这是我们的cost function的定义。 可是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果要做一次update, 我们要看过所有的training data一遍。 那是不是感觉好像很慢, 如果我们的training data数量有1万笔, 那我这1万笔要看过一次, 然后我才能update一次。 那我这update可能还要, 总共你可能也需要update个好几千次。 那你又有几万笔data。 那这样子全部看完一次, 再update一个, 看完一次再update一个,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没有效率的事情。 就是其实有点小慢。 对, 所以如果当你看完所有的training samples, 再做update的话, 那其实你的model就有可能训练得非常的慢。 因为我们要用深度学习的模型, 我们就假设我们有big data, 那big data, 你的datapoint当然是非常非常多。 你全部的simple看完以后, 你只能update一次, 你都不知道训练到何年何月了。 所以这是一个gradient descent它的问题, 就是它的一个小issue。 所以呢, 之后就提出了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就是SG。 它的想法也很简单, 它的想法是, 好,既然我们刚刚是要所有的error全部算出来, 加总起来, 然后算平均嘛。 那我们其实每一个datapoint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个小error了。 那我们既然看一个datapoint就有一个小error, 我就看了一个就update一次, 看一个update一次就好啦。 那这样子你原本有一百个datapoint你只能update一次, 那现在我看一个我就先小update一次, 那这时候我就update100次, 可能会比较有效率。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当每一次我们只找一个training sample, 也就是XK, 然后我们去算XK, 它在这个loss function里面得到的loss, 然后我们就经过这个片尾分去做update。 好, 那我们通常会假设所有的training sample, 都会有一样的几率被选到, 就是假设说它被选到的几率是一个uniform的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就会非常公平的去sample其中一个data出来, 所以你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几率会被选中, 那这样子平均下来, 大家被选中的次数应该是接近的, 那这样我们训练的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被选到比较多次, 我就model被training到比较符合他的情境。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在期望值来讲, 我们这几个sample的总和, 其实会跟我们原本想要估计的这一个天尾分的这个数值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每一次算一个data point, 但是它的期望值其实会等于所有的它的变化的平均。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原本看完所有的data point, 想要调整的方向。 好,到目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嘛, 就只是从全部看完update一次, 变成是看一个就update一次。 那这样子的训练速度应该就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这边会定义一个新的名词, 这个名词大家会, 就是你就算在写code的时候也会常常用到, 叫做epoq。 那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就是像刚刚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跑sgd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选一个data point, 然后就去做update。 好,当你把data全部看过一次之后, 就是所有的data都看过一次之后, 我们就称它为一个epoq。 所以它的概念有点像是原本的gradient descent做一次的概念, 就是看过所有的training sample, 因为你当看其中前几个data point的时候, 你其实不算是你有看到你现在的training data的资讯, 所以我们会假设看完一个epoq, 你是所有的data point稍微都看过一遍。 那我们训练, 会训练可能很多个epoq, 就是我们希望这全部的data point都看过, 就是数次。 好,然后下面就是第二个epoq, 再继续做。 所以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不同, gradient descent就是看了所有的example之后, 我们做一次update。 所以有点像是这样子, 这边是w跟b就是你的参数, 然后颜色代表说, 它的高低就是cost function它的value的高低, 越蓝的地方代表它越低,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从很红的地方滚滚滚滚滚滚, 滚到最蓝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这个叉叉, 其实就是optimal solution的位置,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它这样滚滚滚滚滚下来, 可以接近这个叉叉这个位置。 那当你看过所有的example的时候, 你做一次update, 它其实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 这样。 好,那如果是gradient descent, 当一个, 当你的training data有, 比如说有20个example, 所以你一个epoque, 你就可以update20次。 虽然一次是一个小小的方向, 但是在实验上看到, 它是可以比做gradient descent更快速的接近, 你真的想到的那一个点。 所以这时候, 你做一次移动update, 只看了一个sample而已, 那你做20次, 你就会移动20次。 那我们会希望, 它不仅是训练的比较快, 然后也可能会比原本gradient descent更容易到达, 更容易找到你叉叉的那个点。 那当然你是要训练很多个epoque, 然后才可以比较好啦。 那这是一个小例子。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其实SGD是接近target point的速度, 是比gradient descent来得快的。 好,但是这两个, 前面讲到这两个,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有点极端的case。 所以大家后来发现, 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折中的方法, 那它就提出了叫做minibatch的SGD。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 真正在最常被使用, 在optimization过程中最常被使用的方式。 它的想法其实就是, 这两个中间的折中方案。 batch它的,如果是SGD的话, 是不是它就是, 如果是gradient descent, 它是不是就是所有的人看完, 然后update一次。 那SGD是, 挑一个人我就update一次嘛。 那你一定很聪明的可以想到, 我们为什么不弹性一点, 我们可以挑b一个training sample, 那这个b,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batch, 所以你这个b可能可以设成, 比如说20或什么, 就你随便设。 好,那这个b它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batch size, 就是你每一次是挑b一个, 然后在这b一个的平均上面去做update。 所以呢,演化就会长成这样子, 就是你每一次是从这个batch里面的, 所有的datapoint拿出来, 然后算出error以后, 然后做平均之后, 然后做update。 所以三个的不同就是, 一次是看大k一个, 一次是看一个, 一次是看b一个, 那b是比大k小, 但是比e大的一个数值。 所以用minibatch, 你可以看到, 唯一的差别在algorithm上面只有这里, 就是你每一次要samplem个example出来, 然后从这个, 这些datapoint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去, 每一个算完error以后, 然后做一次update。 好,所以从这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怎么看呢? 横轴就是你的batch size, 所以最左边之一, 就是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你每一次只拿一个, 就做update。 最右边就是你全部要看完, 你才做update。 然后中间是不同的batch size。 那红色的线是training time, 那蓝色的线是accuracy。 你可以发现training time, 如果你看过全部在做当然是很慢嘛, 而且也会发现它的performance很差。 那CP值比较高的感觉就是batch size在这附近, 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上面, 这两个batch size的performance都还不错, 而且时间也都还蛮快的, 所以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还蛮奇妙的。 虽然SGD它是可以到accuracy是比较高, 可是因为它将到之下还是稍微有点慢, 没有mini batch来得快。 大家一定会很疑惑,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全部看完很慢, 但是选一个这样会比选步就是一个小set来得慢, 为什么选一个小set反而会比较快呢? 原因就是, 你这边先看一下, 中间这边是mini batch嘛, 那速度的比较就是mini batch是最快的, 然后再是SGD, 再来是gradient descent, 可是很不直觉啊, 因为为什么不是照顺序, 为什么不是SGD最快, 再来mini batch, 再来复我呢? 这不是比较符合原本的想法吗?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跟电脑上面的运算有点关系, 所以不是那么符合你的知觉, 你看SGD做的事情是不是, 就是X是一个datapoint嘛, 然后我们现在要调整W, 然后去得到对应的Z, 对吧? 大家应该还记得, 它就是X就是你的input的向量, 然后看了下一个X, 我们就要再调整, 调整一次嘛, 但mini batch做的事情是什么? mini batch是, 我每一次是看多个sample,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黄的跟绿的这两个data sample, 想成是, 它原本是两个vector,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metric, 那我们是不是其实是在做, 这个矩阵乘上这个矩阵的运算, 就会是你, 对于你上面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是Z1, 橘色Z1跟蓝色Z1的这两个区域, 所以你在SGD上面做两次, 在mini batch上面这边, 其实你等于是只做一次, 所以因为现在的, 现在我们的computer, 其实跑metric的将程, 比你跑两次metric vector相成来的快, 所以用mini batch的速度, 会比SGD来的更快, 所以为什么大家, 除了它的performance也很不错, 然后它同时又有, 非常快速的这一个property, 所以大家现在都用mini batch SGD 来做optimization, 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是还蛮不直觉的, 对, 好, 那当然在optimization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 譬如说, 我们会卡在local minima, 那就从这一个特别极端的图, 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不是想要在这一个表面上面, 找到最低点, 假设说最低点是最右边的这一个, global minima, 可是这几个也都颇低啊, 你从这样球这样丢下去, 是不是就会卡在这, 根本不会走到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从不同地方开始, 你就可能卡在不同地方, 因为目前在neural network里面, 我们其实是并没有保证吗? 因为neural network它是一个non-linear的service, 所以是没有办法保证, 你用这样子optimization的方式, 是一定可以找到global的optimal,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 在实作上的一些tips, 你要可能会拿去使用, 来尽可能的帮助你找到比较好的solution, 比如说, 你从不同的点开始, 是不是会掉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不可以每一次都从同样的点开始, 不然你永远会卡在同一个local minimum, 你要random的从不同点开始, 然后从这些不同开始的点中, 然后找一个比较好的, 相较之下的低点, 那它就比较有可能, 比较高的几率去接近global的optimal, 所以你一开始的initualization, 就是要让它random的开始, 那还有learning rate, 刚刚有讲到这个learning rate,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 像这边是, 右边是我们的这一个error的surface, 我们是不是希望滚到最低的这个地方, 但是当你的learning rate, 如果设得太大的话, 如果你在这一个位置, 你想要一步很快的就走到你的target位置, 你可能设得太大步, 然后你发现你走一步这样走过来, 跑到这了, 根本就完全没有经过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因为就代表你一次跨太大步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变小一点, 它还是有可能这样子喔, 就虽然第一步下来了, 可是它过去之后, 它还是没有办法下去这个低点, 因为这有可能就是尖尖的嘛, 所以你可能还要再让它更小一点, 所以这样它更小一点, 左边你可以看到, 当你设得太大的时候, 在你参数更新的过程当中, 你的loss会一直上升, 那代表你根本没有训练到比较好的那个theta, 那如果是绿色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稍微有下降, 可是很快就卡住了, 因为它就下不去那一个凹洞, 那如果是蓝色已经稍微再更好一点, 它就是有下去, 但是如果你可以非常完美的设到一个很好的learning rate, 你可以就像是红色那条线一样, 它就是一开始就下降很快, 然后到后来就已经到很低的地方, 所以就开始比较渐缓, 然后它的低点也可以尽可能的低, 但是learning rate的设定, 其实也是一件很大的学问, 那概念上来看, 你现在有很多learning rate是可调整的learning rate, 而不是我一开始设定这个数值, 一开始这个数值, 它就整个process都是同样的数值, 理想上我们应该要在离目标很远的时候, 我们要跨大步一点, 那离目标比较近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太大步就有可能没有办法刚好碰到那个凹槽, 所以我们接近它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learning rate调小, 所以这个learning rate其实应该是要自己可以根据我现在的状况, 然后去调整的, 所以这都是一些实作上的小trick, 然后mini badge的training也有一些重要的tip, 比如说, 我要在每一个epo, 我都要先把这个training sample shuffle一次, 因为如果我们不shuffle的话,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epo, 我们看到的这个data的那些顺序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的network有可能很厉害啊, 它可能就记住了这个data sample, 所以它感觉上training得很好, 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学到data之间的distribution, 它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打乱它, 不要让它就是记住, 你这一个batch进来, 它就是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它如果交换顺序的话, 可能它真的能够学到, 它到底应该map出不怎样的output, 对, 然后就是要你每一个epo, 每一个epo设定的这个batch, 是要是固定的这个size, 这样你才可以让你的实作上面, input上面它会比较快, 因为它这样子metric-metric相乘, 它这样子训练的过程中才会比较快, 如果你第一个epo设定10, 第二个epo设定100, 它这个还要调整, 就很麻烦, 对, 然后刚刚说到就是这个learning rate是可以 那这边再快速讲一下, 在你做训练的时候, 你的recipe到底是长怎样, 你会得到, 你一开始会有一些你的training data, 就是你有X, 也有对你的Y, 那实际上你真的要, 你把蓝色这个部分拿去训练你的模型, 然后右边的这两块, testing data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validation, 一个叫做testing, training data拿进去帮你去选择最好的function, 然后右边的黄色跟橘色都是你本来没看过的data,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validation, 因为我们的这个validation, 其实是从我们已经收集到资料来, 但是我们要模拟真实测试的情境, 所以我们要把训练资料里面的某一部分先切出来, 不要拿去做训练, 然后看它在没有看过的这些Y上面, 这个XY, 就黄色这一块上面表现怎么样, 那才真的能够反映我真的拿去使用的时候, 表现到底如何, 对吧? 因为当我们真的拿去做使用的时候, 其实就像是橘色这一块, 我其实是不知道它的Y的, 所以你每一次去训练完模型, 你可以根据validation的XY, 去知道你现在model的performance, 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比较像是右边这一个real testing, 你完全不知道你的performance怎么样, 所以你在做作业的时候也是, 当你把你的模型上面上去之前, 你其实不知道真实的testing, performance到底怎么样, 那在作业里面, 像这次作业它就会分成, 你可以看到performance的部分, 跟你看不到的performance的部分, 对, 你的model如果overfitting的话, 你可能在你看得到的上面分数很高, 但实际上在你没看到那边, 它可能是非常的烂的, 那你要怎么样调整的模型, 让它不要overfitting也是很重要, 对, 那这边就是一些跟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当你在training data上面得到的结果不好的话, 代表你的training process有问题, 有可能是有bug, 或者是你的因为设太大或什么等等, 都有可能, 因为在training, 的training set上面, 你supposed是可以把所有, 就算你设得很烂, 就是你的model就算太多, 你应该也要可以把它全部背起来才对, 所以如果你在training的data上面, perform的不够好的话, 你一定要调整你的training的process, 然后, 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嘛, 那刚刚也有讲过, 有可能你model选的不好, 或者是你的model参数太不够复杂, 或者是你的层次有bug等等,都有可能, 那或者是你, 就是一些learning的optimization的方法不好, 所以你被卡在localoptimal, 如果说在training上面已经有好的结果, 你就可以看它在你的validation上面的结果怎么样, 如果说好的话就完成了, 但如果在validation不好, 那就代表说, 你overfitting了, 因为你在training的地方好, 但在validation上面不好, 那是不是代表它就是死背了trainingdata的答案, 但是完全没有办法journalize到没有看过的X上面, 所以你就要加入一些避免overfitting的方式, 那overfitting可以用这一个图来稍微解释一下, 那中间的这一个, 就是红色的这一个弧线是真实你想要学到的function, 如果你设得刚刚好的话, 你蓝色这一个就像中间这个图, 你可以学到跟红色很接近的样子, 那如果你的蓝色的model设得不够复杂, 你可能会像左边这个, 只学到这种平的, 没有办法学到它是二次方式, 但是如果你overfitting的话, 就像是右边这一个, 你只能看到那一些datapoint, 然后你尽可能去把它画得非常好, 可是当你没看过那些data, 可能就没有办法分得正确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蓝色跟红色中间的这些点, 它可能就会给它错误的label, 因为它这边就是不应该这样上下变动。 所以这边就是overfitting的例子, 那有一些solution, 比如说你可以收集更多的training data, 为什么收集更多的是有用的? 因为如果你收集到一些training data, 它刚好是在这些你学错的这些位置, 那你知道这些错调, 你当然可以把这边的这个蓝色线压下来, 让它跟红色线更接近, 所以这是你可以收集更多的data, 所以为什么说越多data越好, 就越不容易overfitting, 那还有加一些小trick, 比如说叫做dropout这些trick。 好,那这一个部分就迅速做个总结,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讲的这三块, model长什么样子, 就是model architecture, 还有要怎么样设计loss function, 去评估一个function的好坏, 还有怎么用optimization的方式, 去找出最好的function, 就是最好的一组参数。